日式風格豪華莊園 隱身山林間環境清幽 還有涼亭及兩座魚石 門口沒有門牌 卻有一座柯有榮耀 涼香四個紅字的巨石 這被爆料是蓋在山坡保育地 根據爆料人提供的資料顯示 過往空拍圖在2010年的時候 這塊土地上沒有任何建物 2014年已經蓋好別墅跟魚池 直到二零二三年已經是豪華莊園等級 甚至是完成鋪路 但關鍵是這裡位處自來水保護區 設占山坡地保育區 不應該蓋建物 最重可罰三十萬元 但對於上述指控廖先祥認為 被有心人士刻意抹黑 因此到臺北地檢署 對爆料的B小姐進行提告 這個正當的理由 這一個房子是在民國98年以後才新建的 所以這是一個急報急拆的大違建 基本上侯友宜一旦接獲查報 一貨接獲舉報 他應該就要立即拆除 但是就一些空照圖來看 我們看到他的範圍其實是越來越大的 所以侯友宜難道你要說你沒有包庇嗎 到底有沒有包庇 竊佔的國土新北市府何時要拆 恐怕不是侯友宜 單單一句依法處理可以解釋 好 大家看到這個案子會覺得說 天哪 這到底是不是我們過去在聊的 殺戮嚴家豪宅莊園的翻版呢 因為今天被指控的是 國民黨的這個立委參選廖先祥 我先讓這個宜甄議員 來幫忙來說明一下 六仙祥他昨天 包括自己有出來受訪 又發一些聲明稿 那因為賴品瑜是說 他們家這樣子就是什麼 有侵占到國有地啦 是不是有爛肯山坡保育區 等等的一些罪狀 六仙祥怎麼樣的回應呢 他是先把阿公阿嬤拿出來說 因為阿公阿嬤沒讀書 那在那個時候有區域計畫法的時候 不知道不知道要去主張自己的權益 所以這個土地呢 始終沒有去申請 丙種的建築用地 我說真的 宜甄議員聽到廖先祥 第一個先講出這樣子的理由 我不曉得宜甄議員聽到是做何敢想 拿阿公阿嬤出來講就可以嗎 可是問題是包括接下來 他的爸爸也是非常資深的議員 現在不是了嘛 但之前也是議員 那現在他自己也在做 平衡都做過去完 會不曉得嗎 還要把阿公阿嬤拿出來說啊 賴議員 剛剛有來賓說就是只要看 就是競爭對手的態度 就知道那個選情目前是怎麼樣 那先祥他之前的民調是一直都領先的 那當然就是在賴品瑜現任立委 爆發雲爆能源相關爭議之後 這個民調就是更慘 那我們可以看到最近像賴清德主席 其實也是頻頻的到繫紙或是相關的地方 去幫賴品瑜來站台 那所以爆發這樣子的爭議 其實廖先祥他很坦誠就是說 他知道就是這樣子違規的部分 比方說像是市府目前已經安排了 就相關的現場會刊 那今天侯友宜市長他說 所謂的依法處理 就是說我們相關現場會刊 依法處理就是跟賴清德 跟黃國昌這樣子一樣的標準 那廖先祥他其實沒有硬 他也沒有就是說 這個大家不要來罰 甚至有其他的人指涉說 市府據說之前查到了 就是接到非常多的檢舉案 但是市府卻推說沒有相關的紀錄 然後就說市府是不是就包庇所謂的廖先祥 或是廖正良這樣子 但我們可以回憶過去 像在新北幼稚園餵案的時候 很多的民代他也說 其實市府有接到檢舉 然後1999什麼幾個月之前 就遭到相關的陳情科 市府真的是很認真的 然後努力從上到下查了一遍 查了所有的通聯紀錄就是沒有 所以如果說真的早就有檢舉 市府現在也查了 就是說真的還是沒有這樣檢舉 如果有的話 是不是就請所謂的陳情人 把這樣子的相關證據 那市府也好繼續的依法行證 那再來呢 所謂廖先祥他提告 他提告不是說這個違建是合法的 或是怎麼樣 他所謂提告是這個週刊 有一位所謂的B小姐 B小姐她有點會聲會 你就說廖先祥啊 就是有像這個廠商啊 藥錢啊 然後他就講的不清不楚的 只是很影射 然後有說也沒有說是哪個案子 所以針對這個影射 然後無來由的指控 先祥對這位B小姐指控 她收錢匯選 然後匯賂這樣子的事情 來做出相關的檢舉 那這邊要回過來說 其實經過昨天這樣子 一整天的討論 其實戲子當地的這些民眾 是很有反應的 他們在這個選區是所謂的七星區 什麼戲子啊 瓶林啊 然後雙溪啊 瓶溪 這邊的地方其實跟我們都會區 是有點不相同的 它很多山區 那甚至像非常多的礦工 在那邊就是落地生根 所以其實當地很多民眾 反而有一股氣 氣說其實這部分 本來當初不管是區域計畫法 或是未來的這個所謂國土保育法 他劃定相關的 然後現在呢 就是所謂的大 希望讓大家就是落葉歸根 回到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反而怎麼民進黨在打這樣子的議題 所以等於說 我這邊不是說廖先祥違法是正確的 只是說當地的民眾會有點覺得說 是不是民進黨在追殺這樣子的事情 那另外所謂的這個不能蓋違建 其實他並不是所謂的什麼山地保用地 他是所謂的農務用地 所以依法是可以蓋相關的農舍等等的 那廖先祥也說 說要叫他爸爸依規定去處理 他說依現行的法規 違反規定不對就是不對 那這個建物是落在農牧用地 那因為有農作的事實 可以申請農舍 建議他的父親依規定去處理 其實為什麼現在人家講系指廖家 大家又會聯想到殺戮嚴家 或是雲林張家等等 給人的各民眾都這種感覺 這個部分等一下佩芬姐再來補充 我這邊先來請教玉惠姐 因為大家看到的是 從這個空拍圖你可以看到 這真的是豪華莊園 前面還有兩個魚尺 還有兩隻魚豬 而且中間還有開路 你看整支山就只有這一戶 還特別開路 當然今天綠營提出更多的質疑 整座山頭就只有一戶人家 那你這個造路的費用 不曉得是不是開工 不曉得是不是花工糖 這個很多都要繼續去查 那我們來看到 因為賴品瑜他洋洋洒洒 列出了好多點 包括說侵占 有沒有涉及侵占國有地 沒有破壞水質保育區 等等的七大罪障 他認為說堪稱全台最貪的政治家族 甚至有說民眾好多次 向新北市政府檢舉 好 卻沒有下文 那根據剛才宜甄議員的說法是說 可是去查記錄 就是沒有了 那到底民眾有沒有檢舉 現在好像有兩種一樣 兩種不同的說法 來 玉慧姐 剛才宜甄議員說 不是民調是不是 因為我剛剛第一段說 對 有基站區 的確 因為就是因為品瑜委員 他現在那一區陷入基站 然後當地有很多的選民覺得 品瑜委員過去 他做了這麼多的事情 然後就被莫名其妙攻擊 成為雲豹小公主 然後覺得非常非常委屈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有很多人站出來 去挺賴品瑜 叫賴品瑜要衝出來 因為這件事情 讓我們又回想到 我們只想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國民黨有這麼多的 鹽寬恆們 為什麼這些的鹽寬恆們 都是土地的主人 因為我知道現在有很多年輕人 如同賴品瑜一樣 然後如同運棚辦公室的 很多的助理一樣 都是年輕人 年輕人現在存錢 存到四十歲 要買一個房子 都不容易 那廖新翔議員 他很年輕 然後他就可以家裡面 有一個八百坪的豪華莊園 八百坪 這個真的是讓人覺得說 大家這為什麼大小很差這麼多 所以我們要討論的是 為什麼國民黨的這些鹽寬恆們 會讓我們覺得心生不公平嗎 為什麼人家有好爸媽嗎 還是是因為他們有一個特殊的工作 比如說雲林張家 哇他蓋的這個青浦宮 這個叫洛宇松 然後很漂亮 聽說我聽這個年晃哥說 他們家的庭院是連遊覽車都開的進去 蓋了一個非常非常豪華的大木屋 然後我們在中二選舉的時候 那個時候幫林靜宜選舉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 哇 台中的鹽家居然有這麼多 這麼多的一些的違建 而且違建都是站在水保地上 現在我們似乎又回到了那一年 在幫林靜宜補選的時候 在討論鹽家的那些水保地 佔用國有地 新北的廖家也有佔用水保地 佔用國有地的情況 我們現在是在討論的是這個 然後討論這個以後 我們發現告訴我們說 阿公阿嬤沒討論 當時說什麼 叫區域法不懂 所以沒有去做一些的這個處理 可是是這樣子嗎 你這個上面一顆大石頭 講農藥糧香 因為先祥議員的爸爸 也是前議員 他就名字裡面有一個糧 所以把糧看在這顆大石頭上 然後所以叫做農藥糧香 上面寫100年 100年就是2011年 這是新違建 新違建是急爆急拆的 所以就牽涉到有人去檢舉 那檢舉人包括剛才一間議員提到的B小姐 那是比較另外的案子 但是有另外的檢舉人A跟檢舉人C 那他們所提到不同人 不同人 他們檢舉有檢舉這麼多的次數 那我們新北市政府都說 查污記錄 那查污記錄是不是應該給我們更明確的 因為你會從零 我們剛剛講2011年以前是零 蓋到800坪 我相信這個應該中間應該有很多人大卡車進進出出 然後大家也會探頭出來看 現在是要做什麼 而且還挖了兩個大魚池 這麼大 這一定都會有人有意見嘛 為什麼是難道真的是這些檢舉人說謊嗎 還是新北市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這是我們想知道的嘛 那所以就回過頭來 我們現在看到這一邊看不出來是誰 反正兩個看起來都好像合成起來就覺得很像 有沒有竊佔國有地 一個是顏寬河 一個是廖千祥 有 因為我們在孤山上面看到一個800坪的豪宅 剛才宜貞議員說這個是農地 農地蓋的是農社 農社我不要講畜生 講畜生不好聽 農社蓋的是給動物住的 是給農具放的 800坪看起來就是給人住的 人不是動物吧 人不是畜生吧 所以這個是人住的 所以你為什麼會竊佔國有地 因為那個是上面的領保地嘛 然後你在領保地上 你因為你這麼大的房間 總是要蓋洗手間嘛 總是有廚房嘛 那你的水管是怎麼樣 是用我們自來水 那還是你就直接排放 那排放下去的話 是你的選民要喝你家的髒水 要喝你家的污水 你怎麼捨得我的黃金白銀給我的選民喝呢 這個是我覺得你必須要講清楚的 我昨天廖先生想要針對這體有講 他說他們家有自己先 先這個稍微過濾了一下 有一些什麼污水設備等等 他有些曬先這樣回應 那污水設備 他應該講更清楚一點 污水設備是除在他家有個污水廠嗎 那污水廠 那污水廠還是全部都倒在那個漁池裡 那漁池會不會 如果下雨的話會不會溢出來 污水廠的污水要不要定期排放 他是怎麼處理的 像我們一般的抽水肥車嗎 這些我覺得他越講細節會越多 他要解釋的東西恐怕越多 有沒有市長護航 這是我們想要知道的 我沒有說一定怎麼樣 在台中的時候我們看到有 然後在新北的時候 這是我們現在要知道 因為侯友宜市長現在雖然請假中 但是侯友宜市長不管是你 或者是你的前任朱立倫主席 這些都是在你們的任期的時候發生的 因為房子不是變魔術 不會一天就長出來 然後一天長出來 因為現在他是在農地上 他是在水保地上 那這些水不管污水排放出來也好 或者是有任何一個閃失 造成了在下游的任何的民眾的損害的話 這都是我們不願意看見 你身為兩代民意代表 人家說這一家中糧 你們家怎麼可以一家中糧 然後兩代貪污呢 這個是不好的 這個細紙料加這個問題 佩芬姐怎麼樣看 因為就剛才就是 玉惠姐出示有一張那個落款 那個是民國一百年的落款 那就表示說 因為九十八年之前的 你還可以說是不是寄存違建等等 還可以再稍微有這個商榷的空間 不過落款就是一百年內的 就是一個建古啊 而且現在還被揪出說 這一間豪宅莊園 是沒有門牌號碼的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事情發生呢 佩芬姐 其實這麼多年來 我曾經南來北往去浮選的時候 經過很多縣市 你知道嗎 在地方上有很多地方 有這樣的豪宅 但是你不知道那個 因為他沒有選舉 所以沒有問題 然後那個豪宅是真的豪宅 就是類似這樣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要選舉的話 就會被炒出來 你知道嗎 我覺得從剛剛聽到現在 就是說我覺得到選舉的時候 真的是非扯不清楚 那你知道我曾經跟那個賴清德 對面談過 我說事實上 以他的條件 他當選選應該是非常輕鬆 可是他必須擔心社會氛圍 你知道綠營的名嘴 真的都很能講 那國民黨像剛剛那些人 也跑去包馬圍軍駐假 那幾個傢伙也蠻能講的 你知道而且靈牙利嘴 那好 到時候老百姓 到底聽誰的 到底相信誰不知道 當然講這個廖家這個房子 這問題當然一箱筐 可是我昨天看到 突然間國民黨的那些民代 又在說賴副總統的那個房子 沒交稅什麼之類的 你知道選民真的就是說搞不清楚 那就是說我覺得應該當機立斷 很多事情 比如說像那個潛艇那個事情 我曾經一再強調 馬文君有那麼大的問題的話 立刻處理 不要一直拖 拖到半天你知道現在看起來 他好像蠻你之氣壯 還有人去告黃曙光他們 你知道黃曙光我覺得 你現在司法都在偵辦當中了 對 就算你偵辦總是讓他要 要讓清楚一點 你知道黃曙光因為他講話 也不清不楚 他說有軍火商有錢客 有黑心的媒體 還有民代牽扯進去 那還有那個 還有一個立法委員一直在搞 他講清楚嘛 你講清楚人家就沒辦法 可是今天沒有講清楚 所以今天說你講清楚 那個立委到底是誰 軍火商是誰 錢客是誰 媒體是誰 我覺得很多時候真的不要害怕 講清楚 老百姓自有判斷 我相信老百姓自有判斷 如果不清楚的話 你知道馬文君 如果說在藍頭的民調 他如果說踢台的民調 他還贏的話 那你說問題在哪裡 就是說你根本就老百姓 搞不清楚是非 你知道我那天碰到我那個晚輩 有一個晚輩 我們兩個就在聊馬文君 我說你也不能不佩服他 扯那麼大的問題 他好像理直氣壯的樣子 好像你知道一點 完全不害怕 所以我想搞政治的話 一定要心臟要非常健全 那當然現在有人講 你造劍有問題 所以那些名嘴 我相信一定會掉出來講 因為他們說日本造了一架 類似的劍150億 我們為什麼是400億 那我覺得郭喜 我覺得他人蠻多是非的 但是他那天說他喜歡包餃子 媒體人就說 他語無倫次 他不是語無倫次 他頭腦真的很清楚 他是可能一有所指 沒有他IQ真的很高 因為我們在講老共現在做造劍 就像下水餃 他說他造餃子的話 就是造潛艇 我覺得真的是非 真的要搞清楚 真的要講清楚 但是廖先生對這件事 講得夠清楚了嗎 新北市戲指的鄉親選民 可以接受嗎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先請教一下舒培 因為就像佩芬姐講 人家國民黨現在也會講 你們去把廖先祥的這個家族莊園拿出來講 我們也可以講賴清德萬里老家等等 兩個拿起來比一比 等一下回來繼續來看